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英文标题翻译叫做《死亡回忆》,这本书非常的薄,讲的是宾死体验,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平时或多或少也能够从一些灵异的故事传说中听到,当然也有很多人已经特别熟悉这个概念,第一个提出的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雷蒙德·穆迪。 作者刚开始是学文学的,读了博士后,慢慢地就开始对医学和科学产生了兴趣,于是转行攻读学习医学心理学,还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病学家。 在1960年代末期的教学中,开始接触到一些声称有过或者听说过宾死体验者的描述,也就是有了这本书的写作源头。 再到后来,通过近五年时间,又接触了超过150例的宾死体验的案例,作者针对这些案例进行归纳和分类,从中找出了宾死体验者所经历的基本流程。 大大丰富了整本书,关于宾死体验这个概念的内容。 与此同时,作者还将其与人类历史上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要哲学论述加以比较,并列举心理学、自然科学对该现象的解释,从而增加了本书的理论性与哲学内涵,引人深思。 本书已经面试了几十年,这种想法在当时六十年代能够提出来,其实已经是非常大胆。 如果不是目的提出这个概念,或许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这种过程。 当然,促使他第一次接触到宾死体验,还是他在弗吉亚大学读哲学的时候,遇到一位临床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这个人很有个人特质,特别的谦和,特别的幽默,很有善。 这些因素就使他非常蛰伏,所以他对这个人就感兴趣了。 当他跟他接近的时候,这个教授就给他分享了他曾经死过的宾死体验,给他讲了很多他死去那些精彩的故事。 这就使得雷蒙德·穆迪特别感兴趣,他便开始学相关的心理学。 在他大学里,他也讲授哲学,他还开了一个课程,就是有关柏拉图的一部分课程,那个课程某种层面上是跟灵魂是相关联的, 所以就有很多学生总是要问他。 跟他一块讨论有关灵魂不朽的这些故事,也因为这个因素,他开始对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通过对很多宾死体验的人的采访,他也有了自己的体悟。 作者在书中对这150个濒临死亡个案进行了分类,分为三类。 第一类,被医生宣告临床死亡,而后复活者的经验。 第二类,在意外事件,重伤或疾病中差一点死去者的经验。 第三类,有些人在临终时将他们的经验告诉其他人,从而辗转得知他们的死亡经验。 在这些被采访过的人,他们的讲述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共同经历,或者是共同要素,包含了他们无以名状的一些现象。 就是有些人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谈的是三维。 在经过濒死体验以后,他就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是多维度的,那个维度不是我们能够去用语言去描述的,所以他无以名状。 那么这些濒临死亡的人,究竟都经历了什么? 很多人都在濒死的时候,听到过医生宣告他们死亡,而事实证明,他们醒来后所说的与医生当时的话相当符合。 想到死亡,我们总会联想到痛苦。 但是,通过作者的采访发现,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在濒死的时候,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和与宁静。 在书中有一位心脏病发作后,被救活的妇人的话,让人记忆深刻,我只觉得平和,自在,轻松,导出一片宁静。 所有的烦恼都不见了,我心里想,真实宁静平和啊,我再也不会痛了。 很多人在濒死的时候,都提到曾听到过各种各样不寻常的声音,这种声音让人感到非常混乱,比如巨大的咔嚓声,龙龙声,爆炸声,像风一样的呼啸声。 和声音同时出现的,是一种被快速拉扯着,穿越某种黑暗空间的感觉。 被采访的叙事者说,那是一个洞穴,一口井,一排水沟,隧道,裂隙。 还有的受访者表示,当时可以从身体外面的某个地方,观看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观众和旁观者。 他们会看到医生正在对自己实施抢救,看到自己的身体遭受电击,也会看到亲人伤心的表情。 可是,即使他们正在经历着这些,他们却不能在短时间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过了很久,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正要死去,或者已经死了。 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任何形式的存在,也不占据任何空间,仿佛就是纯粹的意识,或者可以被称作灵体。 这些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灵魂出窍。 灵体发不出声音,也不会被看到,他们抓不住任何想接触的人或物品,可以轻易地穿越四周。 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有手有脚,但事实上他们就像一团雾,云,透明的,或是一种能量形态。 不用别人开口,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人们的念头。 然后他可以跟自己一些死亡的固有,或是亲人相遇,并且能够感知到一些类似灵体一样的光的存有者,会跟他有些交流,而那个交流有可能都不是通过语言。 然后会有人带他回顾一生的经历,就像电影的幻灯片,演的速度非常快,但能够让每一个画面有很快的速度体验,没有好坏,然后又能够回到生死的边界,又返回来。 这些经验都有很多不一而论,每个人所经历的场景和环境各不相同,但这些经历都是非常真实的。 比如在书中,作者讲到这样的一名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曾经是在越南服役,后来因为战伤就阵亡了。 因为对这个经历特别的深刻,他就述说了整个过程。 他说他是在六支机枪交火下重弹重伤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沮丧,那个时候受伤他反而觉得自己好像松了一口气,觉得轻松自在。 重弹以后他的生命就形成眼前的一个影像一样,非常快地回闪到童年的时光,而且引现他整个的一生。 好像他能够记得每一件事,而且每一个事都栩栩如生,他可以一瞬之间把所有的事非常快地了解。 不存在好和坏,对和错,就像幻灯片一样飞快地闪过。 总的来说,宾死体验就是宇宙给予人类探索自身奥秘的礼物,这是宇宙新的智慧。 有过宾死体验的人,通常会看到隧道、白光,也会有死去很久的亲友在彼岸等候,这些是共有通信。 当然了,在书中作者还讲了另外一些其他的内容,就是关于人们在经历过宾死体验,又返回人间后,有几个特别不一样的体会。 有很多人描述到,说这些体验会令他们活得更加通透,而且更深刻,因此更容易向内看,容易进行反攻自省,还会更关注终极的人生哲学问题。 也有很多人说通过这个经历,他们会感知到自杀是一个特别痛苦和艰难的事情,因为有一些是通过非正常手段,比如自杀体验感知而产生宾死经验,后面的经历也是很痛苦的。 就像那个痛苦的经历,让他知道他做了一个很错的决定,要承担的代价一样。 还有些人在经历过宾死以后,谈到他会像读心术一样看到一些人,他不用语言交流,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就能够感知到他们的表达或他们语言背后的一些逻辑和可能的想法。 这部分是他们在之前完全不能想象的,于是他们就对死亡也没有那么大的恐惧了。 差不多整本书就是围绕这些个案例来展开述说,因为成书的时间也比较早,作者说他也不能确定写的这些故事,到底是不是一定要证明死后就有一个真实的事件。 但是他想说,他能够看到人们讲述,他们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这个经验,他觉得非常的震惊。 对他们而言,宾死经验是非常真实的事件,作者在跟这些人在一起研究后,这些经验也成了对他而言,是个很难忘却的事实。 他最后说,人生的死亡其实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个复杂得多的故事。 另外,关于生死体验的,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西藏度王经》,可能有的人也有读过,这是一部指导王者灵魂再生的宗教文献,曾轰动并持续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发现,生命体都有光芒,而《西藏度王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表明,光芒就是生命的本质。 网上也有关于这本书的一些纪录片,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观看一下,相信对生命和死亡更加深刻的理解。 好了,今天这本书的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分享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本书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 正如书中所说,为之死,焉之生。 我们希望各位读者能够放下对死后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偏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读完此书。 对于我们来说,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并开始全新而喜悦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